大家好,我是Patricia 咱们呢今天又要做这个排骨了 那我今天想用这个芋头 还有这个迷你的这个小红土豆 我们跟它这个排骨呢一起烧 就非常的香 实际上我不想吃肉 我就想吃这些东西 现在呢我把这个排骨呢 已经泡在这个冷水里面 有泡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就让它把这个血水都出来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洗净了的排骨呢 倒在一个盆里面给它焯一下水 排骨呢凉水入锅以后呢 放几片姜再放一点料酒 给它煮一下啊 把它去除它的血水 好了煮开以后呢 我们又给它敞着盖啊 再多煮两分钟 让它这个兴气蒸发出去啊 好了现在呢我们旁边呢 备好了一盆热水啊 我们就把它捞出来再洗一下 就把那些浮沫再洗得干净一点 好了洗干净的排骨呢 我们就给它控干啊 调味料很简单啊 我就准备一点姜片 还有葱 还有这个两片香叶 一块桂皮 还有三个八角就OK了 现在呢我们锅中倒油 用冰糖来炒 好了 看糖现在已经完全融化了啊 可是呢还没有达到我们要的那个焦糖色啊 火不能太大 现在已经达到深色深藻红色了 我们就要把排骨倒进去 马上上色啊 颜色都好了 现在看我们这颜色上来了啊 很好 好 我们就把这几个香料先倒进去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可以煮好了 这样 油倒进去一起煮好 现在呢就可以放上料酒 火就可以开大了啊 放上酱油 放上酱油 然后呢 给它再来一点蚝油啊 最后再来一点老抽 提色 不要多啊 老看云 这样烧了几分钟以后呢 我们就让它都吃进那些酱油的味儿了 我们就可以加水了啊 这个水呢 就刚刚没过它就可以了 好了 现在先不需要加盐啊 因为最后才加盐 好了 现在呢我们就盖着盖呢 先给它大火啊 煮开啊 这头十分钟 一定要让它大火煮开 烧开它差不多十分钟了啊 我们现在就可以关小火了 关成小火呢 我们就慢慢的 炖差不多 四十分钟左右 我们现在呢 把芋头呢 这皮都刮干净啊 然后这个小土豆呢 这种迷你的小土豆 皮就不需要刮了 非常的嫩的 这种小土豆 好了 现在呢 趁着炖肉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个芋头呢 切成这样的 均匀的块就好了 好 现在呢 我们再把这小土豆也给它切了 切成 跟它芋头大小差不多的啊 这个土豆我很爱吃这个 看大小啊 咱就切三块的 行 现在炖了35分钟 一扎这个肉就透了啊 就说明已经 至少九成熟了啊 你看 已经熟了 行了 现在呢 拿一个大号的炖锅啊 加点油 油稍微热了就行了 我们把这个芋头 和小土豆 先倒进去 煸炒一下 我觉得这个鱼肉都好吃的啊 这样让他们把油呢 给它稍微煎一下呢 它就不会那么容易烂糟糟的 它就会成整体的那个保持它的形状啊 好了 适当的煸炒一会儿呢 我们就可以把刚才那锅排骨啊 倒进来咯 嗯 看着就香 现在可以把这些香叶啊 这大块的这个调料什么的 先夹出来了 不要了 大概呢 加上了这么一勺的盐啊 叫割盐啊 虚谨慎啊 别一次割多的太厚了啊 目前我们可以随时加 哎 好把这大桂皮调上了 盖上盖以后 适当的要把火呢 调到中小火啊 慢慢炖 ok 现在又煮了15分钟以后 看看啊 这个土豆和芋头都已经熟了 然后肉呢 也都烂了啊 perfect 这就可以出锅啦 哇 看看我们这个芋头烧排骨啊 就做好了 其实我真的不想吃肉啊 我就想吃芋头 哇 看着这个绵绵的软软的这个芋头 就香啊 来一口 嗯 太好吃了 太香了 把这个 排骨的汁啊 全吸进去了 哇 肉让给别人吧 我吃这个芋头 哇 太好吃了 再试试土豆啊 这个小红土豆啊 烤着吃也好吃 然后炖的那个排骨里面 也很好吃啊 很绵软的啊 嗯 不雅于芋头啊 非常好吃 嗯 太香了 非常推荐大家来炖上这么一锅啊 太香了 好啦 谢谢大家的收看咯 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别忘了帮我点赞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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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